我们来这样四十五度 我给你画个线吧 我给你画个线 然后大概告诉你 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高峰线 然后就是我们的下巴 这个位置 是在我小时候 应该算是一个不自信吧 就是当时生长在农村 然后脸又黑 然后皮肤又不好 然后我觉得条件一般 然后当时长相也不好 所以总觉得在身边的人 就有一种自卑的感觉 在脸上明显的感觉 它打扰的会堵吗 会不会还不容易 就会有这种 堵 就会有这种 感觉脸扶起来了 有时候该起来 我觉得整容是为了让自己更好 它这种花销 并不是说吃一顿买一个LV 买一个古奇 然后就只是好看 不实用 对我觉得这样是让自己变好 从内到外 给自己了一个更大的机会 如果自己有了自信 我觉得会在职场上 或在生活中 就会有更大的变化 其实我是绝对是属于那种 整形改命的那种 以我之前的那个颜值 就是说你不能说有多丑 但他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一个一般人 但是在我妈他们就说 你那你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你还整什么整啊 那没必要吧 但是我觉得不 我有我自己追求 没有姑娘 就是我们整形建议有句话 要特别小心男士整形 因为男人一旦注意到细节方面 他会比女人还渴求 我自己的颜值